女儿不要当什么太子妃 宁死我也不去 放肆 生在皇家 这就是你的宿命 陛下离场都求见 华田回来了 快 快让他进来 微臣拜见陛下 拜见永安公主 华田啊 你遇到的事 朕已经知道个大概 快跟朕详细说说 打劫获得银子一百多万两 刘公公孝敬了十万两 拔刀相助的银五万两 劫匪身上的脚迫 让给了士兵民夫 为公公抄家所得 都给边关了 李华田简单的将边关的事 说了一遍 剑银就先给陛下 古董字画打算去文国卖 还有上百车物品 等卖了之后 再给陛下送来 那朕就不客气了 刘公公的家奖 我已经令人送去 魏公公已经被账毙 剩下一些小事 你就不用操心了 朕已经令人去处理了 那我就放心了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 华田你先当一下 帮朕出出主意 陛下为何是所困 与文国联姻的事 一直困扰朕 现在就老四 老五 老六代驾 老四在外学武 一年回来不了一次 老六你也知道 根本不行 就剩老五永安 他又在这闹脾气 不愿意 你说我该怎么办 陛下 这种事 我也没什么经验啊 你不是要把古董字画 拿去文国卖吗 正好你们一路 让他先看看文国太子 他若是没看对眼 你就把他带回来 不愿意还有退的 陛下你这明着退婚 不是打他们的脸吗 哼 他们还有脸吗 都被周边国家欺负的 跟孙子一样 惹急了 朕就让你率领二十万大军 跟他们说道说道 不是陛下 我 我什么我 你忍心看朕最宝贝的闺女受委屈吗 陈灵旨 我就知道父皇最疼我了 教王 今天我请客 陪我喝两杯 老大 怎么能让你请客呢 今天我心情也不好 请老大 陪我喝两杯 厂都大人 你这是怎么了 哎 过不了多久 又要出远门了 陛下让我保护五公主 去文国相亲 相亲 公主还要相亲 陛下想法好呗 众人一路来到玄武大街 走进小莲家的酒楼 李掌柜 好酒好菜 给我来几桌 今天我要放一次血 王百户一听 顿时放弃请客的想法 嘿嘿 既然老大这么大方 那就不好意思了 厂都大人 你们回来了 快二楼请 小郎快来招呼你李大哥 小姐 小姐 那个死太监从皇宫出来后 去了一家酒楼 现在正喝酒呢 备好马车 我们去酒楼 是 小姐 东厂厂宫 竟然来这种酒楼 真是让人意外 这位姑娘 吃饭还是找人 我找东厂厂宫 厂都大人在二楼 请随我来 月兰 不能喝就别喝了 我们不劝酒 上次是我第一回喝那么多 没什么经验 现在的我可不是以前的的我了 李厂宫真是清闲啊 姑娘 我们认识吗 厂宫大人 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小女子是特地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的 你是那个给五千两银票的女子 看来厂宫大人真把小女子忘了 实在对不起 一时没认出来 是我的发票 有问题吗 小女子是来数手镯的 这个 你明天去东厂 我把手势给你 你知道我家小姐是谁吗 我家老爷可是兵不上说 你家小姐又不是兵不上书 扯虎皮在我这没用 顺便提醒你们 有些是你们别参与 你们还不够资格 你 周小姐你好 好说话 我们还是可以谈的 要是不会说话 你应该知道 我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莲香西域我不懂 但辣手催花 我很在行 我请你吃饭可以吧 周小姐请上座 这什么情况 这脸变得如此丝滑 毫无违和感 是怎么回事 算你实相 小莲把你们这最好的酒拿上来 知道了李大哥 李厂公 这是要狠狠敲我一笔 我们是有操守的人 最好的酒是给周小姐喝的 我们还喝原来的酒 还真没看出来 李厂公还是一个有操守的人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我拔刀相助 多取你一分钱没有 这倒没有 我给你开的发票 上面的印章是真的吧 是真的 这不就得了 我们收费合理 有据可查 收了你的银子 绝对帮你把事办好 我们东厂承接各类业务 办事利索 服务周到 李厂公 莫非不是在说笑 句句属实 童走无期 只要你出得起钱 执行任务的时候 我甚至还可以亲自护送你 当然了 收费比较高 十万两银子起步 听李厂公这样说 我都想加入东厂了 一年的外快不少吧 周小姐可以考虑一下 加入我们 我们东厂福利好 月份多 工作还轻松 我敢加入 就是怕你不敢收啊 小王快登记入册 好了 你的身份令牌 明天到东厂领取 你这是强买强卖 小王把这丫头也登记入册 我小鞋给他穿到河脚 愿不愿加入我们东厂 死太监快放开我们 你们俩都送上门来了 既能轻易放你们走 我从不强迫别人做事 再问你们一遍 愿不愿意加入我们东厂 嗯 这不就很好吗 为了欢迎你们的加入 晚上我们万月楼聚会 东厂能来的兄弟都通知一下 老大 包在我身上 下午我就去通知王掌柜 周一倩来 我们喝一个 喝可以 但给我跟你喝的理由 春眠不知晓 处处闻蹄鸟 举杯问家人 我该喝多少 场都大人 好湿 好湿啊 这杯我喝了 场都大人请继续 如果说的可以 我不介意跟你喝下去 酒不醉人 人自罪 关键在于气氛队 说的好 我喝 一连十几杯下去 周一倩没有丝毫反应 好家伙 今天是遇到对手了 先到这了 晚上还有一场 要是现在喝多了 晚上那一场就错过了 那晚上场都大人 可要陪我好好喝一场 一定一定 先吃菜 吃饱了 好回东厂办公 那我们下午就可以入职了 月兰 下午你带着他们 到东厂熟悉熟悉环境 放心吧 场都大人 一顿酒足饭饱 众人回到了东厂 这是场都大人吗 不是刚酒楼那个人吗 一个人怎么能变化这么大 足足过了半个时辰 李化田才抬起头 一倩 小灵 你们有什么事吗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 你们刚来 还不知道我们这的规矩 我上职的时候 不要找我谈闲事 休息时怎么谈都可以 走 我带你们熟悉一下东厂 只要没任务 就是训练 群裸 反正挺清闲的 有任务时 我会根据情况安排人手 一切消费公款报销 东厂只管中午一顿饭 四菜一汤 三婚一素 逢年过节 会发一些礼品 当然了 银钱也不会少 你们东厂的条件这么好吗 我感觉自己努百利 我爹都没我收入高 你确实有机会超过你爹 当然了 这得看你的个人能力 虽然我们不能经商 但可以干一些随手的事情 这里的宿舍就我一人常住 其他人只有中午来休息 你们可以去收拾一间 用来中午休息 你一直住在宿舍 有什么问题吗 我为什么就不能住宿舍呢 没问题 只是没想到堂堂厂都大人 会如此节俭 不要在意这种细节 老大 一切安排妥的 万月楼已经被我包下来了 好 收拾一下 叫上兄弟们出发 明白 各位大人 真是不好意思 今晚东厂包下了整个酒楼 真的不能招待各位了 东厂 真以为他们东厂能指手遮天吗 今天我们就要在这喝酒 看他们能怎么样 王掌柜 二三楼 能坐下我们这些人吗 加一些桌子应该可以坐下 那加一些桌子吧 好好好 我这就去办 你们这是准备跑路 想吃霸王餐不成 小爱人不敢 小爱人不敢 李化田把几百人吊死在树上的事 他们可是清楚的 带东厂的人入座 练习正式开始 借这次聚会 欢迎林峰等新人加入 以后就是一锅里吃饭的兄弟 林峰 宋晚 天号 天俊 你们还习惯吗 习惯 太习惯了 习惯就好 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 我给你们解决 谢厂都大人 天号 天俊 那两人现在怎么个情况 还好 过段时间就可以想通了 不急慢慢来 但我还得说两句 感情这东西 强求不来 你们不必太过刻意 厂都大人误会了 我现在不需要什么感情 只想成为厂都大人这样的人 别成为我这样的人 我的双手已经沾满了鲜血 结局一定会很惨 毕竟人是逃不出 这世间大道的 就算以后天打雷劈 至少现在我认为 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你说的对 人不就是在证明自己 是对的吗 今朝有酒今朝醉 来日无水 来日杯 来喝酒 大家欢迎一剑 小灵的加入 有了他们 我们就多了条 美人剂可以用 李化田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除了美色 就毫无用处吗 别生气 我这是再夸你漂亮 再说 我还能强迫你吗 算你识相 自罚三杯 好好好 两个时辰后 李化田被周一倩等一群人灌队了 他的酒风说好也好 说不好也不好 最后喜欢光着膀子继续喝 大家都吃好喝好了 回去都注意安全啊 李化田晃晃悠悠朝东厂宿舍走去 吴月兰几人悄悄跟在身后 想看看他怎么出丑 兄弟对不住 我自罚三杯 给你赔不是 以后你你我就是兄弟 走去我房间继续喝 笑死我了 我们赶快跟上去 谁 吴月兰走向书桌 一本记账本映入眼帘 翻开账本第一页 武德28年1月初一 买磨四个花费四文 买鸡蛋四斤花费三十文 总计消费三十四文 1月总计消费四百六十三文 1月凤入收入四十八两 扣除消费剩余四十七两七百三十七文 没想到厂多大人如此节俭 4月初三 托人给父母送去白银一百一十两 父母 大家只知道李化田父母 十几年前就死了 要是让人知道他父母还活着 那后果不敢想象 怎么办 怎么办 要是让厂多大人发现 我们都得死 怕什么 他还真敢把我们杀了 真敢 你们还是赶快想办法吧 我先回去睡觉了 你不害怕 我害怕什么 我可是老大的心腹 知道什么是心腹吗 你们自求多福吧 明天我可是得向老大汇报的 你这个叛徒 我就是老大安排来监视你们的 就怕你们这些女人不老实 所以叛徒从何说起 我今晚就住这了 你们先回去吧 那我们走了 一个姑娘大半夜不着家 成何体统 她大半年不回家 你怎么不说 我这 爹 娘 你们还没睡啊 一向 你出去怎么不给爹说一声 知道爹都担心你吗 嗯 你喝酒了 告诉我是谁让你喝酒的 我派人抓了他 今天冬场聚会 高兴就喝了一点 冬场 你们加入冬场了 胡闹 你怎么能加入那烟狗的冬场呢 他贪赃王法 霍乱朝纲 陷害忠良 人人得耳朱之 贪赃王法 我们家一顿饭都比他一年的花销多 你这叫什么 霍乱朝纲 据我了解 他好像不上朝 不参加你们的决策 怎么霍乱朝纲了 陷害忠良 不说你们是不是忠良 哪个大臣是被他整下去的 他好像和你们没什么交集吧 好像是这么回事 爹这不是习惯了吗 说起这个李化田 也是个人物 短短几天就解决了白虎官的问题 单枪匹马就敢杀入敌阵 一招就将野狼不敌勇士斩于马下 更是凭一己之力杀穿敌阵 这么厉害 这还不止 更是在反惊时 剿灭了一个两万多人的大部落 手段过于残忍 就被压了下来 有多残忍 男女老少无意活口 路上更是直接将一千多侠客 吊死在树上和城墙上 说什么逆贼 必死无疑 这是何等霸气 长都大人如此残暴 今晚这是被他发现 该不会真的杀人灭口吧 闺女 你这是咋了 身体不舒服吗 没有没有 我先回屋休息了 明天还要去当职呢 不准去 明天我就去找那个王八蛋 爹 我觉得 你还是不要去了 你斗不过他 就他 看老夫明天去教他做人 那行 明天我们一起去 爹 你在茅厕都蹲半个时辰了 昨天不是说要教训长都大人的吗 宝贝闺女 爹今天肚子疼就不陪你去了 你去了好好当职 别给爹丢脸 果然不出我所料 老爹怂了 哼 我走了 还好 还好 终于糊弄过去了 要是真去了 可能得躺着回来 我又不杀 厂都大人 我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吧 发生什么事了 昨天晚上 我们进了你的房间 看了你的账本 发现 发现你给父母 大清草就被说这个 给我滚出去 不是 我们知道你父母还活着 厂都大人 你不杀人灭口吗 知道又怎么样 你们能找到吗 给我滚出去 吓死老娘了 王叛徒 看老娘怎么收拾你 我现在就滚 就滚 厂都大人 你继续睡 上午 李化田召集了众人开早会 今天召集大家过来 是有几件事要说 王百户承担的太多了 什么事 给他一个人干完了 所以决定让小林承担一些 接替王百户书写 登记的工作 王百户 你好好带一下他 是 厂都大人 另外林峰 天昊 天骏 分别挂百户 赴百户指 魏千户你操心一下 多教教他们 放心吧 厂都大人 第三件事 周一倩送晚都归越南统领 越南你可要上点心 知道了 厂都大人 最后一件事 过段时间 我要带越南 王百户他们去趟文谷 东厂的事情 越风越滑 还有魏千户 你们多上点心 是 厂都大人 正是说完 我来说下某些人的行为 某些人半夜偷偷跑进我的房间 偷看我隐私的这种行为 让我替他们感到羞耻 这次我就不点名了 如果还有下次 直接打发去扫毛子一年 赞会 一日 李花田带着 王百户 吴越南等人集一百多番子 早早地来到了皇宫门口 等待五公主的车架 直到正午 五公主的车架才缓缓驶出皇宫 微臣拜见五公主 平身吧 我们加紧赶路吧 是 五公主 孙将军带领着护卫 宫女 太监有一千多人在前行驶 李化田则带着人跟在车队的后面 保护着十几辆马车的古董自华 李绊绊 我很不喜欢你的东厂 没有我的命令 你们不得靠近我的队伍 现在 带着你的人 与我们保持一礼的距离 是 五公主 厂都大人 你不生气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不生气了 等他成为文国太子妃 我们就不需要秒他了 你胆子真大 我见陛下心里都不怕 几会怕他 这我要记下来 到时好告诉陛下 一向啊 我觉得你很适合去扫毛子啊 厂都大人 我跟你开玩笑呢 别当真 哼 小心我小鞋 给你穿到河脚 李公公 五公主想吃水果 你派人去买吧 别怪咱家没提醒你 晚了公主就会很生气 后果你可能担当不起 你特么叫我什么 李公公你知道咱家是谁吗 你敢 给我教教他 怎么跟我说话 是 厂都大人 回去告诉五公主 别没事找事 我可不惯他那毛病 永安公主也拿李化田没辙 只好忍气吞声 毕竟李化田在皇帝面前都很随意 经过几天跋涉 车队到达了文武两国的边境 厂都大人 由于没提前通知文国 文国迎接的队伍现在才出发 我们现在只能在这等着 老孙 是不是还有其他事 公主带着几名护卫 装扮成普通人先走了 就是逃跑了呗 这次让他吃吃苦透 明白明白任性的后果 你把我这十几车东西看好了 我带人去跟着公主 厂都大人放心 这十几车东西一样都丢不了 王百户派一些人 去搜寻公主的踪迹 他们没骑马 应该没走多远 是 厂都大人 不一会 藩子就调查好回来了 厂都大人 五公主就在前方梁里的茶棚休息 我们远远跟着就行 不必露面 哼 叫你天天惹我生气 看我不急死你 小姐 我们还是回去吧 闭嘴 要回 你自己回去 小二上场 渴死爷爷了 小姐 快走 站住 你们可以离开 但你后面的小娘子必须留下 以为男扮女装我就认不出来了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既然身份不简单 那就更不能放你走了 来吧 小娘子 这就是传说中的英雄旧妹 我的英雄终于出现了吗 公主快跑 你们别想浑水摸鱼 乘机逃跑 把爷爷我惹毛了 有你好果子吃的 让他们走 小子挺会耍帅啊 知不知道 你这样让我们很不爽 弟兄们上 给他点颜色瞧瞧 小子你找死 青年双拳难敌四手 被满头的大汉一顿围殴 说最牛的话 挨最毒的打 给我上 快上啊 很快 公主的几名护卫 也被打倒在地洞坛不多 小娘子 快快束手就擒 当我的压寨夫人 贼人你不要过来 爹 你在茅厕都蹲半个时辰了 昨天不是说要教训长都大人的吗 宝贝闺女 爹今天肚子疼就不陪你去了 你去了好好当职 别给爹丢脸 果然不出我所料 老爹怂了 哼 我走了 还好 还好 终于糊弄过去了 要是真去了 可能得躺着回来 我又不杀 厂都大人 我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吧 发生什么事了 昨天晚上 我们进了你的房间 看了你的账本 发现 发现你给父母 大清早就被说这个 给我滚出去 不是 我们知道你父母还活着 厂都大人 你不杀人灭口吗 知道又怎么样 你们能找到吗 给我滚出去 吓死老娘了 王叛徒 看老娘怎么收拾你 我现在就滚 就滚 厂都大人 你继续睡 上午 李化田召集了众人开早会 今天召集大家过来 是有几件事要说 王百户承担的太多了 什么事给他一个人干完了 所以决定让小林承担一些 接替王百户书写登记的工作 王百户你好好带一下他 是 厂都大人 另外林峰 天昊 天骏 分别挂百户 付百户纸 为千户 你操心一下 多教教他们 放心吧 厂都大人 第三件事 周一倩 送晚都归越南统领 越南你可要上点心 知道了 厂都大人 最后一件事 过段时间 我要带越南 王百户他们去趟文国 东厂的事情 月峰月华 还有为千户 你们多上点心 是 厂都大人 正式说完 我来说下某些人的行为 某些人半夜 偷偷跑进我的房间 偷看我隐私的这种行为 让我替他们感到羞耻 这次我就不点名了 如果还有下次 直接打发 去扫毛子一年 赞会 一日 李化田带着 王百户 吴月兰等人 集一百多番子 早早地来到了皇宫门口 等待五公主的车架 直到正午 五公主的车架 才缓缓驶出皇宫 微臣拜见 五公主 平身吧 我们加紧赶路吧 是 五公主 孙将军带领着护卫 宫女 太监有一千多人 在前行驶 李化田则带着人 跟在车队的后面 保护着十几辆马车的 古董自华 李绊绊 我很不喜欢你的东场 没有我的命令 你们不得靠近我的队伍 现在 带着你的人 与我们保持一礼的距离 是 五公主 长都大人 你不生气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不生气了 等他成为文国太子妃 我们就不需要鸟他了 你胆子真大 我见陛下心里都不怕 几会怕他 这我要记下来 倒是好告诉陛下 一切啊 我觉得你很适合去扫毛子啊 长都大人 我跟你开玩笑呢 别当真 哼 绞心我小鞋 给你穿到河脚 李公公 五公主想吃水果 你派人去买吧 别怪咱家没提醒你 晚了公主就会很生气 后果你可能担当不起 你特么叫我什么 李公公你知道咱家是谁吗 你敢 给我教教他 怎么跟我说话 是 长都大人 回去告诉五公主 别没事找事 我可不惯他那毛病 永安公主也拿李化田没辙 只好忍气吞声 毕竟李化田在皇帝面前都很随意 经过几天跋涉 车队到达了文武两国的边境 长都大人 由于没提前通知文国 文国迎接的队伍现在才出发 我们现在只能在这等着 老孙 是不是还有其他事 公主带着几名护卫 装扮成普通人先走了 就是逃跑了呗 这次让他吃吃苦透 明白明白任性的后果 你把我这十几车东西看好了 我带人去跟着公主 长都大人放心 这十几车东西一样都丢不了 王百户派一些人去搜寻公主的踪迹 他们没骑马应该没走多远 是 长都大人 不一会 藩子就调查好回来了 长都大人 五公主就在前方两里的茶棚休息 我们远远跟着就行 不必露面 哼 叫你天天惹我生气 看我不急死你 小姐 我们还是回去吧 闭嘴 要回 你自己回去 小二上场 渴死爷爷了 小姐 跨走 站住 你们可以离开 但你后面的小娘子必须留下 以为男扮女装我就认不出来了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既然身份不简单 那就更不能放你走了 来吧 小娘子 这就是传说中的英雄旧妹 我的英雄终于出现了吗 公主快跑 你们别想浑水摸鱼 乘机逃跑 把爷爷我惹毛了 有你好果子吃的 让他们走 小子挺会耍帅啊 知不知道 你这样让我们很不爽 弟兄们上 给他点颜色瞧瞧 小子你找死 青年双拳 男敌四手 被满头的大汉一顿围 说最牛的话 挨最毒的打 给我上 快上啊 很快 公主的几名护卫 也被打倒在地洞 他们不懂 小娘子 快快束手就擒 当我的压寨夫人 呀 贼人你不要过来 小娘子 给我老实点 这样还能少吃一些苦头 朝廷的人 你到底是何人 快报上名来 东厂李化田 此人是李化田 兄弟们 头强是死 不头强也是死 我们跟他 竟敢羞辱公主 杀无赦 永安公主双眼无神 被吓得瘫软在地 众多贼人眨眼功夫 就倒在了血泊当中 没用的东西 还不给我滚到后面包扎去 谢厂都大人出手相救 一切你照顾一下公主 我们赶往郡城 等孙将军他们 是 厂都大人 永安别怕 周姐姐会保护你的 周姐姐 你怎么现在才来 我好害怕 装扮不错 很符合少女 心中侠客的模样 我们五国的侠客 就没有你们 这潇洒飘逸会装 谢大人的救命之恩 不用感谢我 他们也没打算杀你 再说 我救的只是公主 你还不值得 我拔刀相助 你真是那个李化田大人吗 能不能在我的剑上 留下你的大名 你可是我的偶像 做梦都想见到你本人 本思嘛 可不能含了粉丝的心 我就是东厂李化田 厂都大人 终于让我见到你本人了 你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鹦鹉帅气 特别是你那 藐视一切的眼神 让我感觉天下英雄 在厂都大人面前 都黯然失色 这小子不错 比小王还会捧人 值得培养 好见你剑上 要写什么 逆贼 必死无疑 我特别喜欢 厂都大人的这句话 这样行吗 谢厂都大人 小人对你的敬仰 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你伟岸的身影 宛如出生的红日 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低调低调 知道就行了 不用说出来 你很不错 我很看好你 能得厂都大人太爱 是小人上辈子 修来的福气 你们两个差不多行了 看看公主 都哭成这样了 其他皇子公主 不说十八般武艺 样样精通 但骑马射箭 不在话下吧 你呢 除了看着温满贤淑 就剩刁蛮任性 啥也不是 哭够了没 哭够了就继续上路 站住 交一百两过路费 才可以通行 你家路是金子做的 老子没走出五十里 就遇到七八个 收过路费的 还让不让人活了 不管你们是什么人 走这条路 就得交过路费 从来只有我收别人过路费 把他们这给老子砸了 一顿劈里啪啦 十几名棺材倒在了地上 进城时 李化田顺手把城门也拆掉了 还收过路费 给他们买棺材去吧 特别是酒楼里的 那些公子小姐 张古书生 老子看着都是气 没事搞什么师会啊 狮子哥父 琴棋说话能当饭吃啊 确实能当饭吃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听不懂我的意思吗 李绊绊 你别太生气了 我不叫李绊绊 再叫我李绊绊 小心我削你 知道了 掌柜 给我们开时间上房 客官 小店今天不营业 滚出去 没看见老子在这训话吗 这位大人 是不是有点霸道了 咋地也不服啊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还有王法吗 王法 老子现在就是王法 不想死就给老子滚 好好好 你给我等着 给老子把他们都丢出去 一声令下 藩子们蜂拥而上 把这群人给扔了出去 随后众人跟无事发生一样继续吃饭 五公主 你是要成为太子妃 成为皇后的人 整天哭唧唧的成和体统 要想坐稳 坐好自己的位置 你就必须学会不择手段 心狠手辣 善良的人永远是被欺负的命 所以你要记住 人不狠站不稳 我不想当什么太子妃 也不想当什么皇后 那你就不要同意这门亲事 我会安全的把你带回去 谢谢场都大人 场都大人 客栈外面来了上千的强盗 想死的朝前一步 小子 我 下一个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兄弟们 为三当家报仇 跟我杀 杀 在这看戏呢 只会看戏 我要你何用 给我滚过去干活 小灵 把今晚的事详细记录在案 剿灭盗匪的数量 缴获的财物 都要记清楚 对了 周一倩消极代工也给我记上 放心吧 场都大人 李场都 这些人要全部杀死吗 仁慈是留给自己的人 而不是留给敌人 我意思是不查一下幕后的人吗 我们砸了他们的收费战 能出动几百号人来围杀我们 指定是文国官府派来的 找到了幕后黑手 也不好直接动手 直接解决掉这些喽啰就好了 强盗敢拼敢杀的没有多少 剑头领被斩杀后 都纷纷投降了 按照李化田的想法 这些人全部都得死 但一看到这些强盗的穿着 便改变了想法 穿金带银的全部杀了 剩下的都放了 剑大人的不杀资恩 我要你们去把这一路上 收过路费的关卡都给我端了 爱去不去 反正收的都是你们的钱 跟我毛关系没有 剑太爷出来洗地了 等李化田离开没多久 一群牙役出现在大街上 开始清理地上的尸体 第二天 孙将军率领的队伍赶到 众人继续前行 这次公主车架周围 全换成了东城 一路上走走停停了七天 终于走进了郡城 进入郡城后 永安公主打死都不走了 准备等文国特使到来 公主 长都大人 文国太子带人来了 见过太子殿下 永安表妹 都是一家人 何必那么见外 舅舅他老人家还好吗 谢谢表哥关心 父皇他老人家还好 姑姑他也还好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路上你们慢慢聊 放肆 太子殿下需要你一个奴才提醒 还有 见到太子殿下 为什么不跪下行李 不会说话就别说话 这位不是什么奴才 你们要叫长都大人 听明白了吗 你们这是干什么 咱家可是太子殿下的人 你们这是不把太子殿下放在眼里吗 越南你这是干什么 怎么能不给太子殿下面子呢 这次给太子殿下面子 下次就不用给了 毕竟面子给一次就够了 你说是吧 永安 这位是什么人 是不是有点太不懂规矩了 这位是东厂厂都里画田 他说的话就是规矩 没想到你们五国宦官 已经有这么大的权力了 永安你可要提醒舅舅 小心宦官当道啊 这就不用表哥操心了 你还是操心一下草原的蛮子吧 听说他们动不动就来你们这只半年货 对 我们就不行了 只能去问他们借一点你们的年货 表妹可愿与我同乘一车 我俩好唠唠家常 那就不必了 我还是习惯自己的车架 我看你们能嚣张多久 殿下 须不需要我派人把他给做了 暂时不需要 回京后再慢慢收拾他们 厂都大人 前方十里 有一只两千多人的骑兵蛮子 朝我们赶来 全军列战继续前进 号角声响彻云霄 一千骑兵结成了军阵 准备迎接敌人的到来 七八里外的野狼部骑兵 吼嚎叫着朝这边赶来 草原的勇士们 随我上了这群懦弱的羔羊 这 看这 不管是将领还是士兵 看见了那个身影 都惊慌不已 他们永远忘不了的身影 还是那人提着一柄长枪 给我杀 又是你这龟孙 有种别跑 看老子不弄死你 三人追着两千多人跑 但两千多蛮子 一路狂奔头也不如 由于蛮子的马匹叫好 李化田才就此作罢 算你跑得快 别让老子再碰见你们 文国太子跑进县城后 才想起自己的表妹 立马命远去查看情况 太子殿下 公主说她在离京城 最近的那个县城等你 蛮子呢 蛮子已经被公主的护卫击退 正在逃窜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他们最多一千士族 怎么可能打过两千蛮子骑兵 太子殿下 我跟一名番子打听得知 蛮子在看见他们厂都大人的时候 掉头就跑 离厂都几人就追了 那两千骑兵不敢回头 什么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小人狙击数十 公主车架 已经走出了十几里了 等蛮子退兵再回京马 命人加固城防 防止蛮子再次来袭 京城东门 野狼不答应 父亲 我们快走吧 那个人来了 什么 是李化田吗 他怎么来了 快去请其他不足的组长 是 父亲 太安县城下 驻扎着三千蛮子骑兵 虽然城内有上万兵兵相拥 可是蛮子的凶残 早已吓破了他们的胆 城内的羔羊 出来陪爷爷们玩会 哈哈哈哈 就在这些人叫骂的正欢时 李化田三人 已经悄悄摸到这些蛮子身后 老子来陪你们玩会 有种别跑 谁跑谁是龟孙 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呢 快撤 快撤 把这些蛮子杀掉简单 但意义不大 不如放回去来的实在点 根据是需要人去传播的 天将军饶命啊 行了 也别跪着磕头了 回去吧 下次我们再继续 谢天将军 你忠实的仆人 怎么能再与你为敌 行了 行了 赶快走 我听你们说话头疼 一种蛮子喜笑言态 骑马刺溜一下就都跑了 老子让你们骑马走了吗 一切去喊他们开门 是 厂都大人 五国永安公主车架 马上就到 你们速速打开城门迎接 这是我的身份令牌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也看不出来 但肯定不能放他们进城 给老子开门 再叽叽歪歪 弄死你们 快开城门 快开城门 愣着干什么 快去 本宫要在你们这暂住几日 你们没什么意见吧 没有没有 公主殿下能在本县落脚 是我们全县百姓的荣幸 那就进城吧 承县令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 有我在 蛮子赶来 我打得他们叫爹 厂都大人说的是 有你在 我们高枕无忧啊 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蛮子过不了几日 就得撤军 知道为什么吗 请厂都大人指教 因为五国 百虎关的军队 会在蛮子南下 打敲锋时 对草原进行 大规模截掠 你们想想 蛮子得到消息 会怎么做 一定是回源 这一定是厂都大人的主意 大家举起酒杯 感谢厂都大人 就百姓 与水深火热之中 哪里哪里 举手之劳 这是我捐献给 边关将士的 五万两银票 还请厂都大人笑纳 承县令 你说错了 不是笑纳 而是转交 对对对 是转交 是转交 瞧我这张臭嘴 小灵记好 承县令 捐五万两 待会再开个收据 给承县令 是 厂都大人 这是收据 承县令 你收好 收了你的钱 我们当然会解决你的事 以后你就是 我们五国的朋友 你们的家人 可以随时到五国 躲避战争 带来的灾难 本宫也再次感谢 诸位的慷慨解囊 李厂都给出的承诺 本宫可以做担保 在场的官吏商 少的拿出了几千两 多的上万两 就这一顿饭 李化田就得了上百万两白银 李厂都 分我多少 这钱是要如实上报 给陛下的 陛下要一半 东厂留一半 我以为这钱都装你自己口袋呢 那我呢 这一万两东厂 给你的奖励 感谢你的配合 永安公主看着手里的银票 心里还是很满意的 她手里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 一群土包子 你以为我听不见 你嘀咕什么 你所谓的那些公子小姐 在我眼里 只不过是一群没有骨头 没有家国情怀的蛀虫 当敌人把你们踩在脚下时 你们所谓的高贵 只不过是一个笑话 我知道错了 在我这 拳头就是硬道理 谁不听话就收拾谁 蛮子不听话 就打到他听话 记住 弱者是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的 老大 你别生气 是我思想教育没做到位 老大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等太子吧 毕竟这不是我们的地盘 等进入京城 偷偷把今晚上的事传出去 让更多的人到我们这来买条后路 是 老大 要是让文国皇帝知道了怎么办 你太高估这些道貌黯然的文人了 就算皇帝知道了 自然有人替我们去解释 如李化田所说 几日后 蛮子就撤军 太子也带着队伍赶到了台湾县城 表妹 你没事就好 真是担心死我了 请注意你的称呼 本宫没有你这种懦弱的亲戚 扎紧时间赶路 我们快走吧 表妹你听我解释 太子殿下 请自重 你们算什么东西 敢拦我 我给你面子 你是太子 我不给你面子 你什么都不是 你找死 我站着 你们敢杀我吗 太子殿下 请动手吧 我们走着瞧 对 跟离场都比起来 我刚才还是没发挥好 进京城的时候 你可以发挥一下 好好刺激一下文国的百姓 唤醒一下他们的血性 几天后 被武士终于到达了文国京城 他来了 那个魔鬼来了 他比蛮子还凶残百倍千倍 一个两万多人的部落被他屠杀殆尽 没有一个活口 这位大人当初放你走 是为了银子 有为负债 不用担心 到时候我们还能结交一番 记得把钱送来 我在前面的客栈等着你 是是是 小人一定照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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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